全球疫苗短缺 台湾同样也急需采购疫苗 而日前台积电和永林基金会 已经和政府达成共识 双方互相合作 以各采购500万剂的BNT疫苗为目标 而持继基金会也表态 希望采购500万剂的BNT疫苗 并且也发出声明 盼望政府能够协助 而蔡总统也在今天下午 立刻和持继的正言法师视讯通话 蔡总统也当场承诺 会请指挥中心 依照实际的疫苗计划需求 和持继进行讨论 协助相关的作业来进行 而指挥中心有了最新的回应 来看看稍早说法 有关于就是今天行政院 有跟大家来做报告 那相关我们昨天 经过这一个礼拜非常辛苦 大家就以法律的文件文字 各方面做仔细的推敲 那已完成了第一个阶段 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 毕竟一个国际的合约 还是有很多的一个限制 跟需要努力 那我也相信 不管是鸿海或台积电 在上面都会做最大的努力 来促成这件事情 那至于在持继这方面 我们会跟持继再来沟通 看怎么样来进行 是一个比较顺畅的 那当然我们要先检视一下 相关的文件 那可以跟持继做进一步的沟通 旁边听到指挥官陈时中强调 接下来会和持继密切的沟通 相关细节 至于台积电和永龄基金会的 最新采购进度 行政院稍早也发出声明 强调目前政府已经和这两个单位 顺利的签署了专案采购 所需要的法律文件 完成政府承诺协助的事项 接下来如果有任何需要的地方 政府也会尽力协助 明镜需要协助的货币